4月20日,福州初三复课,为做到家校点对点出行,减少学生出行交叉感染风险,教育部门鼓励师生尽量采取步行、骑行、乘坐私家车、选择定制公交等可行方式往返学校。 其中,在之前服务高三学生的基础上,教育部门联合公交公司为初三学生提供升级版定制公交同学号定制服务。 上午6点15分,记者来到了其中一个定制公交的发车点龙信第一层公交车站。 数量定制公交停靠于此,车辆的显眼位置放置着线路牌。 记者注意到,每辆车都配备了自动测量体温仪,发现体温异常时会自动报警。 同时,车上还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一分钟可识别通过30多名学生。 随后,记者登上了从龙信第一层开往福州三目中学的定制公交。 十余公里的路程上分设数个站点。 乘五元携带的平板电脑上显示着每一个站点乘车同学的名字和照片等信息。 经过自动测温后,同学们有序乘车。 比较安全,比较便捷。 就是时间比较可控,每天的时间比较固定一点。 然后,关键站点比较近吧,站点离家里比较近,所以说就是时间会节省一点吧。 定制公交实行一校一车一人一坐,点对点接送服务。 每天早上从约定的站点接学生到校门口或相应站点。 校午放学时接学生回出发点,一共两趟。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4月7日高三复刻起, 定制公交还推出疫情期间健康管理模块, 车辆消毒信息、私承人员健康信息等均通过同学号APP直接上传云平台, 以便实时监管。 学生相关信息直接推送给家长。 现在出山信应该是今天是开了50条针对出山的, 实现无感测温、无接触的考勤以及未戴口罩提醒。 另外一个是我们智慧防疫方案, 它可以实现数据的分析以及数据的溯源。 记者了解到,定制公交可投入服务使用的车辆443辆, 线路482条,可服务学生11979人。 目前,出山复刻已开通50条定制公交线路, 服务学生489人。